好 回來第二節 辛亥百年華滄桑 好 我們剛才說完粗略這樣說 因為大粒將軍 留下的東西都不多 因為畢竟都是特務 特務 與眾不同 他可以留下的資料 不太多 就算有留下 很多都成為國家機密 很多東西都不可以公佈 雖然說 都經過幾十年 但是可能有些東西 仍是影響著現在 所以都不便公佈 所以大粒將軍所知的 不太多 但是最近應該是在台灣 就為大粒將軍 建了一個紀念館 叫大禹龍紀念館 若然我將來有時間 我都會去看看 都搜集一些資料 好了 講一講大粒的一些情事 有一位豐華絕代的女子 叫蝴蝶 應該有照片 很漂亮 就是 當時來講很漂亮 不是 二三十年代 今天用今天的眼光看 蝴蝶都很漂亮 有兩個走粒 就是 哇 今時今日的 審美眼光 這些都是美女 這張是其中一張 她也有很多張 我沒有拿這麼多張 都是一些 挺標誌的美人 是 好了 那蝴蝶呢 她叫胡瑟華 一胡瑟華 她在908年 就在上海出生 好了 那 上海妹 上海妹 就是我們同鄉 我是上海仔 沒有她這麼漂亮 哈哈 上海妹又很著名 是 蘇州 杭州 上海 那些女生都很漂亮 好了 當時就是 在二零年代 當時很多 就是去外國 讀電影那些 紛紛回來 就是中國 覺得 都可以在上海 這個繁華 都市裡面 去開戲做 是 就是 有很多電影公司 請了一些 請了一些 就是 就是 到時就是 找些美女來認證 美女 美女 那麼 蝴蝶是一千個 認證的 女生裡面 就是 其中一個 就是 不知道 採納十幾十個而已 那她是其中一個 都 都可以了 那樣子漂亮 那她又 她的聲音很甜的 都 拍到很多戲 那又做一下 就是以前那些 硬照的 模特兒的照片 又 就是 在一些電台 賣廣告 就是 出席一下 一些 一些 批評 就是 都好 在一個 影圈世界 都非常活躍的 就是 沒多久 她就結了婚 結了婚 但是她都沒有說 因為結了婚 而適應 就是 尤其是那時候 那些影星很喜歡 就是一結了婚 就適應的 這個是沒有的 好 那怎樣和大粒認識 呢 就是 又掛一個三十幾箱的 一些珠寶 那就是 有一天 就 然後 蝴蝶發現 她有 有三十箱的珠寶 就 不見了 那麼 就周圍去托一些 就是在運送途中 不見了 那這個不見了 究竟是被人 撻了 還是 就是 不知道怎麼 運送 運失了 那你知道 不是現在這樣 就打了條馬 要找電腦去追查 以前 就是不知道 車可能推了東 推了西 不見了 那麼蝴蝶就很緊張 這些話畢都是那些家當來的 是 珠寶 金銀珠寶 那就是發散一些朋友 就幫她找 喂 大哥 就是幫我找這些 這些珍寶回來 重重有相 那麼 那麼她的朋友就 不知道怎樣 就輾轉 找了大粒 大粒 原來已經是 原來對蝴蝶 就一向都是 就是 都很喜歡的了 是不是這麼巧啊 那 好了 她是特務頭 就是她是幫政府做事 那她也是人欲之軀 是不是 就是見到那個靈女 幫她找珠寶 好了 不是 那個朋友 她是特務 大哥 你應該是整個 大上海 洞洞洞洞洞 你也知道 那如果 你去找珠寶 是不是 給我們一般凡人容易找 但是 其實在上海 都可以找杜生 可以找杜月生 那 可能有找杜月生 現在我們在說大粒 我們在說大粒 我們在說大粒 好 大粒就拍心 答應 實際上她就沒有去 有沒有去找 不知道 根本找不到 大粒就想追求蝴蝶 買回同樣數量 當然不是買二十幾箱 二十幾三十箱 大概她最喜歡那些 就問過她 買同樣樣的珠寶 就愧贈給她 希望能夠打動蝴蝶的方心 但是蝴蝶已經心有所屬 已經嫁了人 但是大粒覺得 天下沒有女人是追不到的 就算你結婚 我一樣搞定你 但是蝴蝶其實都 其實都不太喜歡大粒 對她的老公都一往情深 到最後 那些歷史就這樣寫 那些外面的人這樣寫 大粒就洗橫手 就推了她老公去香港 洗開她去 洗開她 還跟她扮了一張 特別的出入境證 可以出不可以入那些 可以出入 出入境證 特別的就是你走一條特別關卡 是 就是不用跟別人一起排隊逼的 是 一些什麼外交 例如通道那類 那 就洗了她去香港 叫她不知道幾年她沒有回來 但是 哇 畢竟她的老婆在那裡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給我一張東西 我也知道有什麼 我也要偶爾回來 逛逛的 那 就回來了 那 大粒就用 用一個不知什麼罪名 就拘捕了她 是 就逼她要跟蝴蝶離婚 哦 那結果就是逼成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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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離婚了 那就 大粒就優禁著這個蝴蝶 三年 就說我將來 我 我會娶你的 那 老實說可能裡面有些條件 如果你不讓我娶你的話 那你那個老公就是這樣 是 所以就是蝴蝶都 勉強答應了 是 又既然來了婚了 勉強答應了 那就 直至到 一九四六年 這個 大粒就 飛機失事 那事情就 就這樣完結了 那蝴蝶在她那個 回憶錄呢 沒有提過這件事的 就是沒有提過 就是她和大粒這一段 這樣的情 那就 也都 就是看到 蝴蝶和當年 阮寧玉呢 是同輩的 就是都是同一個時間 和同一個 就是都是 都是這麼出名的 那麼阮寧玉就 最後選擇自殺 嗯 但是蝴蝶就沒有選擇自殺 蝴蝶就最後都是 就是中老的 那都 而且都是 都 好像都八十歲已經死的 在台灣而已 在大陸 在大陸 那所以就是 這個女子呢 都 都堅強過阮寧玉 是 阮寧玉就被人說幾句 不抵得人言 寫下人言可惠 是不是 那就掛了 搞到又好像袁安 都 你都不知道哪個人言 不知道說過你什麼 那麼 那就掛了 所以 就是這兩個女子那個 那個 那個 結局都不同 是嗎 也都就是和這個大粒 也都 就是發生一段 這個戀情 所以就是 是 是 可以說大粒其實是不多的 是 只不過就是 找一些感情生活去襯托一下大粒的特務人生裡面呢 就比較一些人性化的 一面 一面 有個網友就說 要提一下川島方子 川島方子呢 這個女子呢 有美女的 但是她是滿洲人來的 是有美女的 那就是 日本籍 雖然是滿洲人 那就是 她呢 她呢 就和這個蝴蝶認識的 川島方子和這個蝴蝶都認識的 那 這個女子其實 我們其實都要找一集說 因為這個人都幾複雜一下的 因為在中國也都 她又公開 又暗底 都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們 或者 大家 這位聽眾都提到 我們下一集都找一集 我們講講川島方子 我們講講川島方子 好嗎 好 那我們跟著又講講太平洋戰爭 是 那 講開 就是 我們之前呢 講這個 抗日戰爭的時候呢 都一直都是講 就是中國 怎樣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但是去到呢 1941年的時候呢 那 日本呢 就開始 將她的野心 逐步擴大了 那 我們講這個之前呢 我們講一講 就是說 其實 中日之間的戰爭 就是中國的抗戰 在整個世界來說 其實是屬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不過中國來說 就是1937年開始 1937年7月7日開始 就是抗日 而 日本人呢 也都是 藉著這個機會 跟當時呢 在歐洲的 兩個很重要的權國家 所謂法西斯國家 一個呢 就是德國 一個就是意大利 這三個國家呢 就是說 加上日本這三個國家呢 就希望呢 想利用自己的力量呢 去瓜分這個世界 所以呢 德國 在 1932年的時候 希特拉上台之後呢 就 由一個 民主 很鬆散的民主國家呢 就走向一個 是法西斯主義的極權國家 而由他一手呢 牽動了整個呢 是 法西斯 聯盟的一個出現 那由於德國的興起呢 就令到日本呢 在中國的問題上呢 在中國的問題上呢 變得越來越拔戶 那在1939年呢 當呢 是 德國 是 派兵進入波蘭 就是9月1號 派兵進入波蘭 和英國發生戰爭之後 那日本呢 就見到這個機會呢 咦 千載難逢喔 因為 在亞洲地方 如果日本要稱霸 要拿著亞洲的 一個領導地位的話呢 最 對他最大的阻力呢 就是 英國 和法國的殖民勢力 那所以呢 當德國 在1939年9月1號 侵佔波蘭之後 和英國 和法國呢 是發生戰爭呢 那對於日本來講呢 這個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那當時呢 我們說回一點點 是歐洲的戰場 英國 和法國 其實已經是 所謂強腦之末了 那德國 在 侵入了波蘭之後 就二十一國 屈美十 首先呢 進攻他的那個 世仇 即是法國 那法國 當時來講呢 因為 自己內部的分裂呢 和國力的衰敗呢 所以呢 很快 在1940年6月16號呢 就被 英國人 被這個德國人呢 是成功地 是佔領了 那德國呢 是打敗了法國之後呢 就在法國呢 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法律政府 叫做維奇政府 那這個只是法律政府 只是佔法國南部 現在的小小地方 而整個法國呢 最主要的地方呢 都被德國人呢 控制著 那當然啦 之前呢 德國 拼吞了奧地利啊 那這些 那我們呢 就不詳細講 德國人拿了法國之後呢 就將呢 英國人 就呢 逼出 這個呢 是歐洲大陸 當時來講呢 由於英國人呢 就 有軍隊 在這個呢 法國 和法國人一起 聯手 防禦這個 德國 但是由於呢 法國的陷落呢 於是呢 英國呢 被迫要 撤退回去 自己呢 在英倫本島裏面 於是呢 就出現了 歷史上 一個最為呢 是慘烈的 鄧購克大撤退 好了 後來 英國人 回到這個呢 是 英倫半島之後 就是英倫三島之後呢 整個歐洲呢 就只是呢 德國 紅霸著 那下一集呢 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 目標呢 就是他的 所謂的 最頭號敵人 就是蘇聯了 所以呢 在1941年 縱然呢 德國和蘇聯呢 曾經簽訂過 互不親犯條約 但是呢 德國 要呢 將這個 蘇聯呢 徹底打敗 所以呢 在1941年呢 6月22號呢 就發動一場呢 所謂 呃 呃 是 那就是呢 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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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大軍 分三路 進入這個呢 是蘇聯 那就是呢 希望呢 一舉呢 是殲滅這個呢 是蘇聯 好了 那在這個歷史的背景之下呢 那日本在亞洲呢 就已經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基本 因為英國和法國 法國就忘了啦 英國也都被呢 是 德國人呢 是趕回到自己的英良三島 所以呢 英國呢 無力呢 是再兼顧到呢 在亞洲地方的殖民地 那麼 而在這個歷史環境之下呢 日本 就是 一方面 就是侵略中國 另一方面呢 他都要呢 是 跟這個呢 就是 未來的發展呢 是做一個抉擇 究竟 他是遵守 跟德國的協定 在東面去呢 去呢 這個呢 就是北上去打蘇聯呢 還是呢 南下 去呢 去呢 這個呢 是東南亞國家呢 其實當時也有兩派的 他們也 他們有兩派的 有一派就說 北上打蘇聯 一派就說 不是啊 我們應該打下去 打到這個 人資半島 就是這些 這個 英美的殖民地 是 就是那裡 很多資源 無論礦產 這個石油 以至到石 這些 這些 橡膠 是 這些都是 軍需品來的 是 當時兩派爭 是 結果就是 當然是 向南進那些 爭取了 是吧 無謂搞你蘇聯 大佬 是吧 當時來說 他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打到蘇聯 是 因為當時來說 他們曾經開國會議 因為6月30日的時候 即是1941年6月30日 德國曾經是 叫日本 喂 我現在打蘇聯 你現在 就好在東面 去打上去 大家一齊 去 堆壞蘇聯 但當時連說 日本的軍方 就覺得 自己沒有能力 所以就堅持 一定是 要解決中國問題 只是 建立一個 大東亞共鳴圈 所以其實這個南進政策 就是軍方決定的 去到7月2日的時候 就交了上去 當時 就是 日本的所謂的 預前會議 就決定 定立了這個 所謂的 南進政策 其實當時來說 這個南進政策 對日本來說 其實是一個 必然要做的 因為如果看回 日本 它在 滿洲國 拿到的是 糧食 和 自然資源 但有一件事 它拿不到 是 要靠美國 拿什麼 石油 因為當時來說 美國和日本 貿易裡面 美國最 拿得 日本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 美國是為日本 提供石油 是 所以 他們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 南進政策 就拿到 當時 印尼 一帶的石油 所以 來這裡 看回美國人 就很糟糕 就是 當時 他很同情 中國 那個處境 被日本人打 但是 他又私自 又和日本 簽訂了 一些其他的 一些協議 是 所以 你看到美國人 那種 那種 心態 就很奇怪 到最後當然是 炸到珍珠港 就炸到肉了 是啊 你說得很對 因為剛才說到 為何美國人 不太重視中國 其實當時來說 美國和日本 自從 1937年之後 其實 日本和美國 都談了很久 大家都談一下 怎樣 可以維持到 正常的 貿易關係 尤其是1939年之後 1939年 二次大戰爆發 德國 就打英國 和法國 美國 又和英國 法國是朋友的 日本的態度 就很曖昧了 你又和德國 和意大利 結合在一起 大家搞一個 即是同盟 那 怎樣呢 日本又想 維持 和美國的關係 所以 其實日本和美國 是不斷地 談判 當時美國 為了要懲治 日本 所以 一方面 減少了日本的石油 另一方面 凍結了日本 在美國的資產 所以 在太平洋戰爭前夕 日本和美國 都不斷地談判 那 談判到怎樣呢 談判到 就是說 美國 都想願意 按日本的要求 承認 滿洲國 以及 容許 日本 在中國 分階段 去佔領 和撤軍 但是最後 為什麼會談判 呢 就是因為 6月22日 這個是 巴巴羅薩行動 德國 侵略 這個是蘇聯 正式 令美國 覺得 不能夠再容許 日本 有太大的 發言權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說 你和 德國 結合在一起 英國 和法國 在亞洲的利益 就完全被你控制了 所以 美國 和 日本 反面 完全是因為 想維護 他的 旅遊記 英國人的利益 所以 才跟 日本 反面 好了 日本 和美國 談判 沒有結果 於是 日本 就想了一個辦法 咦 大家都 在太平洋 的兩岸 而且 你的軍力 又這麼強 我又要南進 英國 和法國 都可以 不用管了 因為被德國牽引住了 現在最害怕的是誰呢 就是美國 那怎麼辦呢 日本 有一個 扣相 這個扣相 挺過癮的 就是說 不如 派艦隊 去攻擊 當時 在夏威夷 即是在美國 在太平洋 一個主要的海軍基地 就是珍珠港 上面的 戰艦 令到它 不能夠 干預 日本 在太平洋 的行動 所以 就有所謂 偷襲珍珠港 這件事 其實很奇怪 奇怪的地方 是什麼呢 為什麼是偷襲呢 你打仗 明明正正 明正而上去打仗 為什麼要偷襲 而且要走 六千三百幾里 對呀 走過去偷襲 你說 日本人想事情 真是挺特別 而最奇怪的是 連當時 那個海軍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帥 山本五十六將軍 看到這個計劃 都覺得 是否傻的 不要搞了吧 美國你也搞 走成六千多里走過去 炸人家的船 但是 日本的軍部 當時來講 不知道是否已經是 勝利衝軍頭腦 一方面是這樣 另一方面 又好像是 無計可施之下 為什麼無計可施呢 因為美國 又不肯放他的石油 他在中國的戰場上面 又呈了一個膠著的狀態 就是 越打 就越不跌 那不如就 盡地一煲 煲煲他 那不如先打沉美國 然後 就可以實踐 他那個 南進政策 東亞地區 因為美國人 都守得很緊 是嗎 是 所以希望能夠 在美國 在東南亞的 主力 撥掛他 沒錯 等你美國人來救 我都已經成了營 是 而且當時來講 整個世界 其實只有美國 可以影響著日本 所以 發動這個 偷襲珍珠港 這件事 其中一個網友 就說 珍珠港那裡 就是 美國 這個大中國人 這個網友 就說 美國知道 偷襲珍珠港 就把主力艦 調走 那是不是 調走主力艦呢 而當時來講 其實 正正 調走的 不是主力艦 是航空母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來講 根據資料顯示 當時在珍珠港裏面 十八艘戰艦 有八艘 四艘是主力艦 四艘是沉坐 四艘是重床 說到這裡 又要講一講 這個 偷襲珍珍珠港這件事 帶來的重要轉變 轉變是什麼呢 就是 以往來講 海上作戰 那個重點 是主力艦 為什麼呢 因為主力艦 就是一個海上飄浮的 一個炮台 很多炮 所以中共都要設法去搞一隻航母 是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 從二次大戰開始 從偷襲珍珠港開始 就由主力艦 就變成航空母艦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在海軍 在海軍作戰 一隻艦 一隻艦 開炮篷 大家很容易 兩敗俱傷 但是 如果你在上面 扔炸彈的話 因為 很奇怪 俗語所謂 你要用炮 去打那些 在上面的戰機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 在上面的飛機 扔魚雷彈 或者扔炸彈 炸彈 其實相對來說 是安全 和什麼呢 和 命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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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航空母艦 就變成一個什麼 如果大 大哥 目標大 所以 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 就成為了 海戰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關鍵因素 所以 航空母艦成為了海上機場 這個 贏 在二次大戰來說 是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也是因為 美國人 打算炸航空母艦 因為 360架戰機 飛了過去 去偷襲珍珠港 打算炸航空母艦 結果 一艘航空母艦都沒有炸 炸不到 為什麼 因為掉走了 所以有些人說 喂 究竟是不是 美國人 專門的呢 就是專門 把航空母艦都調走 留下主力艦 讓你炸 等到 美國的國會 和美國的國民 放棄 當時來講 他們 很希望維持的 所謂孤立主義 這個可能就是 整個陷阱 給日本人踩 都不是 它整個太平洋艦隊 都是過一過 就 搞定了 雖然航空母艦炸不到 但是 整個太平洋艦隊 就是那一段 就被它炸到 汽巴難 那一個重創 但是最重要的 那個 航空母艦 就沒有受影響 因為我 老實說 我又不懂軍事 航空母艦 如果只是一隻 航空母艦 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它還有一個戰鬥群 是的 就是那些戰鬥群 才是發揮效力的 那個只不過是 你夠大 你飛機又可以飛 補給又可以補給 其他其實是幫 保護你 就是你那裡 隨時可以幫其他 所以 整個航空母艦 戰鬥群 才是一個 航空母艦的隊形 反正你用一隻 航空母艦 單獨在海上 又是很糟糕的 但是會不會呢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看回後來 所謂中途島戰役 中途島戰役 就是 大家都是用飛機 在上面找那些 即是航空母艦 因為 現在來說 就是用航空母艦 有一個大戰鬥群 就是保護著那個 保護著那個 沒有雞 沒錯 但是呢 如果你在太平洋這麼大的地方 而大家都是用航空母艦的話 其實 在飛機的命中率 和在飛機上 互相制空權 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當然 可能那時候的海軍那些炮 即是高射炮 或者那些飛彈 打中飛機的機會率 就不是太大 現在當然不是 大哥 我又敢應 我一個掣 鎖了十字 我就打到你 在哪裡我都打中你的 可能那時候真的 可能是靠目測的 是吧 即是我的飛機真的要飛到 那個 那個艦的上面 我丟兩顆彈 去打中你 那你越大我就 擊中越高 是吧 那時候 還有艦上面 打你的飛機是比較難的 是 所以那時候 就跟現在不同了 是 其實如果 如果 你看回 如果 如果 在那個 在那個 就是 防空來講 其實 防空的那個 武器 其實就 在那個 艦上面 是比較難安置 就是 因為那些 防空的機槍 其實基本上 都是一個 要是一個 組群 然後才能防禦到 那些飛機 即是可能 慢炮齊發 希望有一顆 打中它 整個天空 可能兩三隻飛機 你要打很多顆炮彈上去 是 還要是輕 因為那時候 聽別人說 其實 防空炮 是打一個區域 即是希望炮彈 是拆中飛機 是 那飛機 就會自己會掉下來 即是不同 現在的 那麼先進 按個電腦 又說電子追蹤 你飛去哪個 跟著你 是死的 現在 現在是在鎖定目標 是 我一鎖定目標 你就走到天腳底 我追到你了 你潛水 我跟你潛水 以前不是 真的見到飛機 然後大家 打那些防空炮上去 那希望有一顆 即是打九百幾發上去 希望有一顆 撞到你 是啊 沒錯 所以 以前 那些 所謂戰鬥群 可能狀況真的不太大 即是 你有個制空權 你就基本上 對那些海上艦車 就可以任你炸 是啊 所以 那時候的戰爭 和現在的戰爭 又不同了 現在就進步了很多 那外面監製又勸我們 是啊 我們下次再說 第三節再說 好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沒有片尋 七正飄飄 马尖啸啸 长得见到怎样 热血的千丝风草 七正飄飄 马尖啸啸啸 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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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今朝 哦 江湖 我在眉上 热血的千丝风草 开天愁正不报 不舍的人分不孝 不耳劫 能耳劫 能耳劫 人气 能耳劫 能耳劫 人气 能耳劫 能耳劫 七正飄飄 马尖啸啸 长得见到怎样 热血的千丝风草 七正飄飄 马尖啸啸啸啸 好难 好难 好多 包过来 今朝 8月初 delta 三月初 中文化星 MyRadio 2011 本集中文化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